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这里我们也不随便 他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去 我才收留他的 好像一刚开始交往 然后有一点点好感 就跟父母这样见面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 步伐太快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大家 真的熟到一个程度 然后互相了解 到一个程度 然后才让父母去了解 对了 去年父亲节 不是有人说过 要两年内去鸡身子吗 怎么现在没下文了 那也是属于我自己 美丽的秘密 另外最近宋茜 在综艺节目上的表现 被网友批评任性 有公主病哦 何润东在拍摄过程中 有见过宋茜公主病发吗 公主病是称赞吗 还是 至少称赞我是公主耶 公主的神经病 没有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看 我没时间看 对 但以我跟宋茜的这个 接触这两个多月 我觉得没有没有公主病 如果有的话 我应该比他更有公主病 要说我吧 何人都有公主病 还好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一些剪辑上面 还有一些就是 因为每个人 对同样的事物的认知 肯定是不一样 想法肯定不一样 我觉得 不太了解我的人呢 可能会有那样的误解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也是一个人 我肯定会有任性的时候 所以我不完全否定 我不任性 或者是我一点都不交情 我一点都没有公主病 肯定会有那样的时候 因为我也是女孩嘛 所以 无所谓啦 土豆娱乐香港报道